有主力色買了耶 欸那我不懂這什麼意思 還不確定是怎樣 欸要確定啊 要確定要不要就不要啊 啊不然就自己去買 多少啊 欸一本應該是兩三百塊 便宜啊那個準備學測兩三百塊一本獎益 很俗的啊對不對 一本就夠了 我告訴你 你那本對話誌啊 跟你高中數學一到四測的課本 不用再多了 啊理解詞題你也不用買 因為對話誌裡面就已經有理解詞題了 你只要把這五本全部做完 每一題都弄會 我跟你講全部都做完喔 啊都弄會的話 學測當天正常發揮 你至少數學就十幾分起跳 至少就十幾分 試測課本加對話誌講義 就是十幾分 最少喔 最少喔 狀態好一點的可能十三十四級都有可能 保證書 我跟你講但是前提是你考試那一天狀態是OK的 你不要那一天繞賽啊還是怎樣啊對不對 就這個我不知道 有些人緊張 大考證後群 你知道喔 誒考試的時候 整個人皮皮創 那考試失常那我也沒辦法 誒這個不好意思 新唐新唐 你再拿回去 再幫我做最後確認 誒不要那種不確定的啊 那不確定我不行 那不確定不行 好 看我這邊 誒哈囉 誒我把自己講文了 我不要聊天 來看我這裡 誒我問你 這個橢圓是不是畫出來 誒他們有相同的焦點 所以他們焦點是一左一右對不對 誒你寫一下嘛 焦點一左一右 好這個叫F1 F1賽車 來這個叫F2 這樣可以 可是喔 我們要求的那個橢圓 他通過一個點叫32 32在哪裡 32在這裡 32在這裡對不對 誒我的點應該沒有畫錯 這個3這個2嘛 好 那我問你喔 我們要求的那個橢圓 跟屏幕給的這個橢圓 比起來的話 我們的size應該比較大一點對不對 你懂嗎 因為我們的橢圓 跟屏幕給的這個橢圓 有相同的焦點 可是他要通過32這個點啊 32這個點在這裡嘛 你應該看得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的橢圓 到底在哪裡 是比較胖一點的橢圓 比較size比較大的橢圓 這個橢圓 來我畫一下 這個橢圓應該長這樣 這個藍色的橢圓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橢圓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的A跟B是不一樣的 因為尺寸不同 你懂嗎 size不同 我們是只有C一樣的 好 先講到這邊 給同學30秒休息 許瑋怎麼會醒過來 許瑋都在睡覺 那這題你會怎麼做 就很簡單啊 就很簡單啊 來你就射喔 我跟你講你就射 假如你就射你要求的那個橢圓 叫做誰 看我這邊 我跟你講這很簡單 來說人看我這裡 你就假設你要求的那個橢圓 你那個橢圓中心是不是零零 所以這裡是不是寫s平方 那這裡寫什麼 Y平方 那我問你 它是左右形的橢圓 所以下面比較大 那下面這裡就寫A平方 對不對 然後這裡就寫什麼 B平方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要求的橢圓就假設成這樣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以啊 好 那我問你 這題要怎麼做 很簡單啊 來請問同學 你知道A平方是誰嗎 不知道 來我問你 你知道B平方是誰嗎 不知道 但是我先問你 你知不知道你的C是誰 知道啊 因為你的C 藍色的橢圓的C 跟這個橢圓的C是一樣的 你告訴我C是多少 寫在這邊 問問C是多少 C是不是2 同學這個C是不是2 好 那我問你 看我這邊 同學我問你 你只知道C是2 那請問你 你接下來下一步會做什麼 C是2 怎樣 我看錯了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C看錯了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個 他的A平方是9 他的B平方是4 所以 對對對 我們的C應該是多少 對不起 看錯了 C應該是更號幾 應該是更號5 抱歉 這邊講錯 來 同學你這裡再看一次 哈囉 我這邊講得很慢喔 你A平方 B平方不知道是誰 對不對 但是你的C其實你已經確定了 所以你從這邊應該只能這樣做吧 同學我問你 你的A平方 基本上一定會等於B平方 再加上什麼東西 再加上C平方 所以是不是會等於A平等於B平再加5 簡單來講 你的A平跟B平之間有這個等號條件在 這樣可以嗎 那有這個等號條件在的話 同學你告訴我 下一個步驟你要怎麼做 如果我是你啊 我會這樣做 我會把這個東西改寫 你猜我會把它改寫成什麼樣子 我跟你講聰明的人 我個人都是這樣做的 你知道我會怎麼做這個題目嗎 我跟你講喔 我會把代號把它簡化 比如說我會令這個B平方叫做誰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好不好 因為我有時候不太喜歡 就是那個符號很複雜 比如說我就令這個B平方叫做K 比如說叫做KK嗎 所以同學這裡就變成多少 這裡就變成K 那請問同學A平方就是誰 就是K加5啊 所以這裡就是誰 這裡就是K加5 聽懂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其實是一樣的效果 只是說我們現在換一個代號來處理 這樣是不是比較簡單 我現在只要把K算出來 這題就結束了 那你說老師要怎麼算這個K 我問你喔 我們還有什麼條件沒有用上 我們還有什麼條件沒用上 三二這個點啊 同學我問你 三二這個點是不是應該在這個椅圓上 沒有錯啊 所以你把這個點帶進去 是不是一定會成立 你就可以解這個K了 你聽懂嗎 這樣想很簡單 所以同學我跟你講 你現在只要把三二這個點再怎麼樣 你再把它帶進來 你就可以算K K算出來這一題就得分了 我完全沒有用什麼技巧 來同學你把這個題目做出來 來幫我算這個K是誰 快點我等你 你把三二這個點帶進去 對不對 等號會成立 你幫我算K 幫我算一下 K算出來的是誰 快點快點我等你喔 然後買那個對話室喔 我就跟你講那個真的是不難 算是比較對話室算是比較簡單的 那個叫什麼複習講頁 我們市面上看到比較簡單的就是對話室 真的他算是很平實 適合程度中等 所以我覺得對話室你努力應該是OK 加油了 我只能這樣講 對話室做完 課本做完這樣就夠了 不要再做一些有的沒的 真的 把對話室寫完 來同學K算出來的是誰 有沒有算 K算出來的是多少 沒有答案嗎 快點快點我等你 韜哥我們答案 多少 10 10 很好 來同學你的K就是10喔 那B是10 同學那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 這一題答案就很簡單喔 叫做15分之是什麼 15分之x平方 再加上10分之是什麼 10分之y平方 10分之100 10分之1喔 欸 這樣子不可以 看一下喔 好 但是我跟你說 來那個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洪偉幫我拍一下這邊 我跟你講喔 來那個所有同學看我這裡 這種題目喔 有時候你看參考書 他會提供你一個訴解法 訴解法 但是我覺得同學的學習 有時候會本末倒置 有些人會先學訴解法 然後搞不清楚狀況 他只會解題 你知道跟你講 跟他共交點的橢圓的方程式 其實你只要在這個九根四後面 加上一個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在後面加一個T 這個你不用寫沒關係 然後這邊加一個T 我跟你講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再把這個領帶進去解題 答案就出來了 可是重點是我跟你講 很多學生他知道這個技巧 但是你問他原理 他其實不太曉得 但是原理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有想透的話 你應該知道為什麼 跟他共交點的圓 這邊就加T加T就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 對 因為A平方-B平方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5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把這兩個相解這個T是不是就消掉 聽懂他感覺嗎 所以這樣設計是非常合理的 這是一個技巧 不過我想這種技巧 其實不需要去學他 你只要用觀念去解 其實這種題目慢慢的都可以做出來 我覺得不要學那個技巧 OK 好 那我們又講完一題囉 我們再來講一題吧 再講一題 來我看看 來講哪一題呢 今天的最後一題 我插這邊 我們看看 這一個題目 這題就很有挑戰性 這題如果你會做 那我覺得 嗯 你也算是蠻厲害的 來 今天的最後一題 來 寫個例題 既然是最後一題 我們給他幾個贊 這個題目很好 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贊 然後這是個重要的題目 因為這一題答對率比較差 應該是學測考慮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他好像有給圖 我先給你方乘式 我云的方乘式叫做4分之 S平方 加上 加上什麼東西 1分之Y平方 等於1 好 然後他跟你說 給你一個角度條件 角 F1 P F2 F1 P F2 好 是幾度 是60度 好 然後要求什麼 要求三角形 來 三角形 P F1 F2 F1 F2 的什麼東西啦 的面積 來 把這個題目寫上去吧 OK 今天的最後一題 接著我們桃園就講幾題重要的就可以了 課本的題目其實你可以一起看啊 而且我們班同學應該都知道 現在學測只能無曲式對不對 你們知道你們是第一屆無曲式的嗎 知道齁 你們知道你們是第一屆無曲式 就是說他大學端他最多只能看4科 所以如果我講真的 你自然科不好你就自然科就 你懂得看 你就看你喜歡的科系都看什麼科 你懂嗎 你要去看那一本招生的那個箭章 你喜歡的科系都看什麼科 你就那幾科特別加強就可以了 你有些科比較弱 然後你喜歡的科系也用不到 那你那些科就花少一點時間 你到我意思 這個題目怎麼做 首先 我問你喔 我趕快把它講完 這左右型桃圓 上下型桃圓講話 看誰的下面比較大 S下面比較大 所以這是什麼型 這左右型喔 所以我們現在畫一個左右型的桃圓 我跟你講這種題目做久了你就知道 然後它的中心在0.0 所以來先帶大家一起畫圖 我跟你講這一題其實不簡單喔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左右型的桃圓 所以這邊 這邊 這樣 這樣 我大概抓一下就好 這樣 這樣 這時候應該召喚一些三位老師來幫我畫 他要畫桃圓應該很妥 你現在畫成正方形 蛤 什麼叫畫成正方形 什麼叫畫成正方形 橢圓怎麼畫成正方形 長方形 長方形 怎麼可能 橢圓就橢圓 他沒有畫過橢圓給你們看 因為他畫成時間 他都畫成時間 我不懂 橢圓就橢圓 怎麼會 他兩個焦點 兩個焦點在這裡 一個叫F1 沒關係 一個叫F2 這個題目是怎樣 這個題目是說 在這個橢圓上有一點P 我跟你講 這個題目他應該是有附圖 我印象中如果沒錯的話 他這邊有一個P點 然後這裡 你把PF1連起來 把PF2連起來 這個題目就這樣 我跟你講 我猜他 我記得他應該是有附圖 然後跟你說 腳F1 PF2 這個角度是幾度 這個角度幾度 60度 哈囉 然後他問你什麼 這個三角形的命跡 靠腰 三角形的命跡 怎麼辦 他問你三角形的命跡 好 來 你想想看你會怎麼做 我先給同學一個 我們先大家一起來研究這個問題 這題要講完 哈囉 我會幫你把他的關鍵說清楚 你看到這個橢圓的方程式 同學我問你 你可以先把他的什麼東西找出來 對 你先把他abc找出來 能不能用得到 我跟你講不重要 但是你先把他abc找出來 你告訴我他的a是誰 各位 你現在怎麼用看的 a平方是4嘛 所以同學你告訴我a是多少 a是2啊 同學那我問你b是多少 b是1 b是1嘛 那同學我問你 那c是多少 b是根號幾 根號3嘛 對不對 因為a平方會等於b平方加c平方 先找出來 有沒有用到不知道 反正你就先寫下來 你懂嗎 先寫下來 然後看看有沒有靈感去處理這個題目 好 那現在關鍵就在哪裡 現在關鍵就在這裡啊 他要問面積 他就請問你 你從 痾 這要怎麼講 你從小到大 學到三角形的面積 你告訴我你會什麼公式 對底層高除二很好 這樣算是有點概念 來底層高除二 然後你再說你還想到什麼 你還有什麼能力 你說老師我海龍公式知道三邊廠 其實也不是不行 我們保留態度好不好 海龍應該也可以 如果三邊廠都知道 但是這一題你會用海龍嗎 如果是我 我不會 你猜為什麼 因為同學我問你 他的C是多少 耕耗酸他媽的 長度有耕耗 你用海龍公式會害死自己 你懂嗎 長度都要是有理數 用海龍公式比較合理 那如果長度有耕耗用海龍公式 我個人是不建議 所以海龍公式不要啦 好不好 那底層高除二 這個底知道 那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的高能夠酸得出來 這一題好像也可以破解掉 對不對 來那我問你 你還知道什麼東西 欸我們去 什麼說 對 來我跟你講 這個也可以啊 二分之一的什麼 來 鴻偉講的 這一段長度 欸很近喔 這段長度給他一個名字叫S吧 這段長度給他一個名字叫做Y嘛 所以鴻偉講說 這個三角形的名字就是 二分之一的S乘Y 再乘上Sine的幾度 Sine的60度 對不對 我可以講 這個也是個不錯的出發點 能不能做出來也不知道 我們試試看 來這個交換我們是誰 同學Sine的60度是誰 你們還記得 2分之 2分之 更號3 他再乘2分之1 所以這邊會變成S乘Y 再乘上什麼 4分之多少 4分之更號3 這樣很好嘛 對不對 然後同學你看喔 我可以講 這個題目你只要能把S乘Y算出來 是不是也可以得分 只要你能夠知道這兩段相乘的結果 是不是好像也可以得分 好 那請問你 來 既然要鴻偉幫我們起一根頭 那我可不可以進一步再問鴻偉 從這個題目給的條件 你覺得還有什麼學過的東西 可以派上用場 我跟你講 你們學的東西其實很少 你不要想說 我學好多 我告訴你 同學這是一個三角形 兩邊不知道是誰 這段長度知道 這段長度已知 對不對 然後中間夾一角 你學過的三角形的 三角行數的定理 你會想到誰 魚旋定理啊 對不對 我們已經不是說 椅子兩邊夾一角球 第三邊魚旋定理嘛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魚旋定理 有沒有用不知道喔 但是我們總是有個方向 正常一次營效 魚旋定理長怎樣 來大家一起來 口菜60度會等於什麼東西 講話魚旋定理怎麼用 口菜60度會等於兩倍的什麼 夾邊乘積 哇水啊 你看你看這邊是不是出現S乘Y 你懂嗎 兩倍的夾邊乘積 他就跟我們問的問題有關 分枝夾邊平方合 來 S的平方 再加上Y的平方 再減掉對邊的平方 請問你這個對邊是多少 你知道它的焦距是多少 焦距是2更號3 2更號3的平方叫做12 所以這邊是不是減掉12 然後我覺得火山60度是誰 2分11 讚 我跟你講這一題這個方向下去做 應該是很有機會對不對 來我們繼續看喔 這個2跟這個2是可以餘掉 然後你再看喔 你把S乘過去 所以你從這邊就發現 你的S乘Y 應該就會等於多少 欸 就會等於S平方 加上Y的平方 再減掉12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好 來我問你 那接下來怎麼辦 很簡單 配配 配 配方法 2 我跟你講喔 我看到這個東西 你猜我會想到什麼 我會想到S加Y的什麼 S加Y的平方 然後再減掉什麼 兩倍的什麼 SY 再減掉多少 12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這樣寫 當然你會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要這樣寫 因為很簡單 同學我問你 這個S加Y PF1加PF2會等回幾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知道S加Y其實是誰嗎 S加Y其實是4 對不對 這個角度是4 所以這邊會變成4的平方 4的平方減12 16減12 所以這邊是4 4減掉什麼 兩倍的SY 對不對 順著紅尾的話來講 這一題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你把它翻過來 三倍的SY等於4 請問你從這裡可不可以看出來 SY是誰 SY就是三分之多少 三分之四啊 得分喔 來你看SY是不是三分之四 所以你再把它載進去 叮咚叮咚 本題就要得分喔 來三分之四 在層上 在層上 四分之多少 四分之更號三 所以這一題答案叫做 三分之更號三 好不好 OK 我跟你講 這一題答案就是三分之更號三 OK嗎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投原算交換囉 謝謝 謝謝